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荷尔蒙的动人例子 龚俊、王鹤帝、陈飞宇的神通展现在专辑封面上 世界第一川太酷了 娱乐圈里长得好看的南明星太多了 而最近登上杂志封面的却是龚俊、王鹤帝、陈飞宇 前两个是没有任何经验的独立个体 陈凯歌、后者的父亲、名副其实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命令服从 既然三张封面照片都可以看到 有些人会忍不住疯狂的舔屏幕 有些人甚至觉得比较他们很有趣 龚俊的成名始于山河岭的制作 之后他出演了几部广受好评的电影 即将上映的剧集有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和荣光焕发的美女迪丽热巴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这两部剧都将在近期播出 这么帅气又努力的人 值得全世界看到 现在他穿着LV高清 展现了硬汉的一面 安乐传在采访中也得到了第一粒热巴的好评 他很单纯 也很有礼貌 一方面 人们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 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相互吸引 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耀眼的五官 还因为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力量 正好龚俊兼备 无论是戴着草帽 披着金色蓬松的大衣 让他在寻演时看起来像个皇帝 还是戴着香钻头纱让人看帅哥 迷雾中 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或者他穿着一身充满英文的黑色西装 都让人目不暇接 我特别佩服他儒雅绅士的一面 龚军这次出场给人的印象是犀利 成熟 稳重 硬朗 而以往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善良温和 灰色大片尽显高格调 粉丝们不禁惊叹 这种硬派风格是多么的难得 我来了 龚俊最新的杂志好漂亮 太高级了 世界第一穿 一位粉丝感叹道 龚俊杜绝了像封面这样的时髦东西 双引号 我的眼睛无法将自己从龚俊身上移开 因为光线太强烈了 双引号 不用说 一部好作品的封面和内页都非常吸引人 毕竟 不存在非理性购物者 在此之前 王赫帝的尼龙杂志封面也很受欢迎 然而 销售额并不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对此 不少王赫帝的拥躬表示 大家都在督促适度消费 限时购物 许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他们不购买他的原因 这一切都取决于球迷们提前计划的有多好 其次 不存在完全的白痴 你必须考虑事物的标准 尼龙弹侠的射击点过于自由浮动 面部特征的效果 这将使尼龙下次可以尝试不同的拍摄方法 从陈飞宇在娱乐圈的地位 也可以看出类似的上升趋势 由于这个因素 这三年来他一直在使用金酒 很多陈飞宇的粉丝都喜出望外 简直要飞起来了 与前几期的封面不同 本期陈飞宇的男装杂志 散发着一股神秘和冷静的气息 外套一直延伸到脚步 精致的轮廓格外惹人喜爱 在各种简短的视频中 已经看到了在镜面上下台的概念 除此之外 这个概念在拍摄中 有很多根源 此外 通过穿上背心 以更公开的方式 炫耀你的肌肉 可能非常有益 优秀的反馈 王鹤蒂 龙骏和陈飞宇都表示 感觉到一股强大的青春活力 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方式 体现了帅这个词 而且还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来做到这一点 我很期待看到 他们三个在新系列中的表现 你认为谁最有才华 流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